你好,我是昆仑刘石 欢迎您来到书馆 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今天啊,咱们继续聊 乾隆皇帝十大武功之一的 大小金川之战 头打金川 上文书咱们正说到 这乾隆皇帝算了一下经济账 哎,拢了一拢账 穿了一穿贵 这乾隆皇帝就发现 如果金川前线的账啊 要是这么打下去的话 那自己这大清朝廷啊 吃亏吃的太大了 搞不好啊 就会被这一场战争啊 拖入泥沼当中 这仗打不赢的原因 乾隆皇帝现在已经看清楚了 那主要就是因为啊 这个川西地区气候恶劣 地势凶险 这翻兵翻将们 真的有这么厉害吗 那也为其准 他们无非啊 是仗着这天气气候恶劣 地势险要 还有啊 就是他们仰仗着 这个一手南宫 又非常坚固的碉楼 再加上呢 这西南蛮兵 确实啊 他也是 打骨子里啊 就民风彪悍 所以说呢 这乾隆皇帝一算计啊 如果说在西南前线 杀一名 这翻蛮兵重啊 大清国 差不多就要损失 一百名精壮的士兵 一百名精壮的士兵 所以说这乾隆皇帝才决定 既然这大金川 吐司 沙罗奔 已经带人起降了 所以干脆啊 就让他们投降算了 哎 无非这结果有两种 好的结果就是啊 他们真正受到了王化 以后啊 就霸兵不再 欺凌其他弱小的部落 抢劫其他部落的财物 哎 不在下山来啊 在大道上打劫 抢掠啊 过往的商旅 也就算完事了 那不好的结果呢 那依然就是啊 我行我素 让他再怎么折腾啊 他也无非就是川西啊 那几百里地的地方 这些个土藩呢 他们要的也无非就是 吃饱了 穿暖了 有过这种思考之后啊 这乾隆皇帝 便下定决心 执意从这个大金川撤军 要说这会儿啊 在前线的 经略无省 大学师傅衡 他还真配得上啊 是这大清第一臣的称号 因为他想的 并不是啊 在金川这积攒下战功 好王自己脸上贴金 给自己以后 加官进爵 铺路 这傅衡想的是啊 这一劳永逸的解决 川西地区这些问题 那么最好的办法呢 自然是大军杀上瓜尔牙 杀伤乐无为 秦货 货者啊 干脆就剿灭 这沙罗奔 以及他的副手 他的侄子 朗卡 然后啊 在这个西南 通往藏区的要道上啊 干脆就平山灭雕 崛起种类 把汉人呢 引进来 然后呢 在这刀钢火重 就替这个官府啊 能守住 西南通往藏区的这条要道 然后这朝廷啊 在这儿 住少一份驻军 协助一下当地的百姓 哎 管理这一地区 也就行了 这是最省钱 最一劳永逸的办法 可是现在自个啊 朝里这个皇上姐夫啊 非让自己 班师回朝 撤军 撤出啊 这个金川的前线 说实话 这军呢 好撤 部队带起来 稀里呼噜的 也就回了京师了 可是啊 这金川地区 怎么办 以后啊 将如何处置这一地区呢 这沙罗奔呢 他虽然隔空喊话了 让自己前哨的这些藏兵啊 对着这个清军喊话 说愿意投降 从此以后啊 放下刀兵 踏踏实实啊 本本愤愤的 给这个大清朝廷啊 做顺民 可是啊 他人还在 寨子还在 碉楼还在 土兵还在 那谁又能保证 以后他不反呢 大清朝廷之所以 要遏制这一地区啊 要获得这一地区 绝对的统治权 就是想控制藏区 这康巴地区 是进往魏藏的咽喉要道 如果呀 这中央政府 对康巴藏区 失去了控制权 那么魏藏地区 一旦反了 或者是独立了 脱离了中央政府的管辖 那完了 他不像现在呀 这火轮车 哭哭哭哭 铁路一直修到西藏 是从青海修进去的 那会儿大军要想入藏啊 就只能走着 康巴藏区一条路 所以说这 傅横傅军们认为啊 广看见沙罗奔表面起河 而不知道 他骨子里的动向 就贸然撤军 哎 这不是个事 即便是接受 这帮土藩的投降 也得让他们从骨子里 真正服了中央朝廷 不但呢 新月城府还要从骨子里边 真正的怕 朝廷的大军 让他们心里也得明白一点 要是激怒了皇帝 激怒了朝廷 那迎来的 那自然就是王族灭种 那现在沙罗奔跟朗卡 表示出来的这种投降啊 是连投人都不露面 也就是说呀 随便派个使臣 随便签两个条约 就算是投降了 那这种投降啊 傅横不干 傅横觉得如果这样啊 那这大军出不了四川 这沙罗奔在背后啊 就又反了 他就把自己的想法 和这个越中旗 越老军门说了 这老江越东美啊 觉得这个傅横复的学士啊 这个想法啊 颇有道理 这越军门啊 对这个傅横说 说这个沙罗奔 以及啊 这个朗卡和朗卡的老子 死了的斯洛奔呢 这些人我都有交际 当年呀 在青海战场上 跟随着亲命 普远大将军 这年庚瑶三个字 都到嘴边上了 他又咽回去了 因为这年庚瑶啊 获罪被赐死 现在呀甩了 不能提了 这越中旗也赶忙改了口说 当年在青海啊 我带着川中的土军 初川啊 配合朝廷大军作战 绞杀叛军 罗伯藏三增 当时啊 这大金川 还是由这个瑟勒奔控制 哎 瑟勒奔就派他的弟弟 沙罗奔 带着五百土兵啊 跟我上了战场 我和这沙罗奔呢 也算是从死人堆里 滚出来的豪泽弟兄 再后来战争结束以后啊 有其他的部落攻打大金川 抢夺大金川的人口 牲畜麻痹 强占着土地粮食啊 我也曾出兵弹压过 后来啊 还援助过他们无数的粮食资重 算起来啊 我对这金川呢 也算是有恩 沙罗奔呢 虽然是一个讲义气的人 不过呀 此人的性格也是暴虐 一根筋 也是一个一条道认准 走到黑的主 我看呢 如果这沙罗奔真心的起河 再有一个德国望重 他惧怕的人在此啊 带兵镇守 这么一来啊 这西南啊 就可平定 这条通往藏区的大道啊 就可畅通 在京里的皇上啊 也能高枕无忧了 这复衡啊一听啊 是这么个礼 那老君们 咱们就着手准备吧 乾隆十三年的年底 这一年呢 这个年看样子 是要在这个金川前线的大营里度过了 虽然是在前线啊 这年还是得过 这军中的小校啊 也无非就是杀猪 宰羊 包了饺子 这三军呢 一吃啊 一乐呵 这也就算是过年了 朝廷啊 对这个金川前线的供举是充足的 所以说这大军在前线啊 生活还算不错 可是山上这些叛军呢 他们的生活啊 那可就难保证咯 还别说呀 这叛军吃得饱吃不饱 山上的泉眼一上洞啊 有的成寨啊 喝水 那都成了问题 这可真是应了那句俗话了 这山里的成寨啊 寡妇奶奶过日子 要门没门 这沙罗奔算计了 哎 这样熬下去呀 还不用清军攻打 这山上的人呢 勉强活着 哎 也就都没有战斗力了 所以说呀 只能等着这清军冲上城寨 是任他们宰割呀 所以说这沙罗奔呢 他想投降 作为一个合格的投人 这沙罗奔心里想的呀 全是自己的族人 他率兵 掠夺强占其他寨子的土地粮食 以及人口牲畜牛羊 那无非呀 也就是为了让自己的族人活的更好一些 作为这里的原住居民 谁不想在这一地区说话算数呢 没想到这一下子触动了朝廷的利益 引来了大军 如今呢 这仗打到这个份上 沙罗奔看着自己呀 伤的伤 病的病的族人 那心里呀 也是非常难过 于是呀 他和自己的侄子 朗卡商量了 要向这个大清朝起降 不过呀 这朗卡呀 他年轻 他心眼多 他觉得呀 自己和自己的叔叔 沙罗奔 不能啊 到这个清军营中去犯险 因为呀 他们琢磨着 这两年的仗打下来呀 这大清国的官兵啊 一定是恨得自己呀 牙跟着巴掌长 到了这清军营寨当中啊 可能啊 人家早就埋伏好刀扶手 一生摔杯令下呀 这叔之二人呢 保不齐 就在这大清的营中啊 被剁成了肉酱 即便被生擒 哎 压解到北京城 等待他们呢 也是这乾隆皇帝呀 不是杀呀 就是寡 唠个全脸啊 哎 我看是没有可能啊 这杀了辈子说呀 那这咱们既然是头人 哎 能换来和平 那为了族人咱们一死呢 又有什么呢 没什么可怕的 朗卡说不对 二叔啊 您想起吧 没有您这样的人呢 在这震慑住朝廷 那没准这复衡啊 一句话 那就会啊 平雕灭寨 到时候啊 还别说寨中的妇孺了 我看呢 咱们山里的耗子 也得呀 被这帮清兵挖出来摔死 这沙罗奔一想啊 也有道理 没有个信得过的人呢 给我个保证啊 看样子这个祥啊 还不是不能轻易的头 正在这疏之二人 犹豫不决的时候 哎 这会儿啊 突然有一个前线的土兵 手里头啊 攥着一只绑着信件的弓箭 跑进了这沙罗奔的刁寨当中 见了这沙罗奔和朗卡之后 连忙跪倒 口宗顾扎 这顾扎呀 是对这个头人的尊称 这名小校啊 把这只剑杆举过头顶 嘴里喃喃的说呀 骑兵顾扎 今年早晨呢 我带着弟兄啊 在秦少巡查 对面发现我们之后啊 就射来了这一支弓箭 我们捡起来一看 上边啊 有一封信件 没敢拆开 连忙的呀 就给您送过来了 这沙罗奔呢 还算认得几个看字 拿过这封信来 一看呢 上边写着几个字 大金川 土官安抚史 沙罗奔亲戚 看样子呀 这封信呢 是写给自己的 这安抚史啊 是大清朝 给这沙罗奔的官职 这打开一看呢 上边啊 也就几个字 得知安抚史 有归顺大清 启和之心 金五省精略 大学士 公 愿派人前往老寨 与安抚史 共同商议 议和之事 后边啊 落款写着呢 这大清 吴省精略 大学士 公复衡 沙罗奔跟朗卡 看完这封信之后啊 哎 目目相识 这爷儿俩呀 一时也没有 什么好的决策 哎呀 这或打 或不打 或想 或不想 就在这爷儿俩的 一念之间呢 那在这儿啊 咱们真得卖个关子 留一刀扣了 要知后事如何呀 您还真得 窃听下回 分解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